你好,欢迎您步入MAC学院的Python面向对象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类的特殊方法 在讲解类的特殊方法之前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主题 如何深入的理解类 我们在前面讲的面向对象编程过程当中 定义了一些类 并且学会了如何实力化使用这些类 那么在Python语言中类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在Python语言中类也是一个对象 但它具有创建其自身实力的能力 所以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对象 类是一个对象 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可以表现 首先类可以和一个变量进行绑定 你也可以为类增加属性 同时还可以把它作为函数的参数进行传递 下面我们在交互式环境下来看类和变量进行绑定 以及为类增加属性 以及为类增加属性和作为函数的参数进行传递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类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类 这个类呢它是空的类体 那么对于这个类 我们可以用一个变量来和它绑定 比如我们用EPT和Empty进行绑定 此时这个EPT就可以代替Empty进行使用 那么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对Empty这个类进行实力化 它就得到了一个Empty类的一个实力 同样呢 你也可以用原来的这个名称Empty来实力化这个类 第二我们可以为这个类增加属性 比如 这样这个类就具有了FOO这个属性 通过调用来查看 它具有FOO属性 另外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类作为函数的参数来进行传递 比如我们定义这样一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 实力化这个类并且呢把它返回 然后我们把它 我们把Empty这个类作为参数 传递给这个函数来调用它 可以看到 此时返回的是这个类的实力 因此类也是一个对象 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原类 原类是类的创建和管理者 它的名称在Python3.x当中 是Type 所有的类都是原类Type的实力 下面我们在交互式环境下继续演示 比如我们这里定义的类Empty 我们可以通过Type盘数来查看这个Empty类的类型 可以看到它的类型就是Type 作为类的管理者和创建者Type 就具有直接创建类的方法 比如我们可以使用Type盘数来创建一个类 首先给出创建类的名称 然后是这个类的负类用一个圆主来呈现 紧接着是这个类的方法以及属性 这里面呢我们用一个匿名函数来定义一个类的方法 这样我们就通过Type来创建了一个类hello 直接来查看它 并且这个类hello也是可以像我们平常的类一样使用的 比如我们要实力化它 这样呢这个类就已经实力化 并绑定到变量H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调用这个实力的hello这个方法 可以看到此时调用这个方法以后 直接输出了hello这个字符串 那么因此在python3中这个type就是原类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交涉环境下通过一个函数 来了解任一个类都是type类的实力 比如我们这里面再随意定一个类a 然后我们通过isinstance来判断a这个类是不是type这个类的实力 可以看到它返回的为tru 原类是可以定制的 在讲解定制原类之前 首先我们要了解类的实力化的过程 在前面我们讲解python当中基本类的时候 曾经介绍过类的实力化过程 它的两个基本的方法 首先是调用new这个方法来建立一个新类的实力 然后调用init这个方法来对实力进行初始化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程序来演示类的实力化过程 是通过先调用new方法 然后呢调用init这个方法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它 给它一个名字 定义一个新的类 为这个类定义构造方法 在做造方法运行时 我们输出一个伺服串 然后我们为这个类定义一个new方法 作为new方法的首个参数 继续为class 然后再调用new方法开始 也输出一个字符串 在输出完字符串以后 在new方法中 要用它的复类object方法 这里面的class就是cls代表类本身 所以这地方必须要返回object所创建的这个类的实力 然后我们在组程序中 来实力化这个类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可以看到 这个程序 在运行的时候 实际上呢 就是实力化了这个custom这个类 在实力化的时候 首先输出的是new instance 那表示先运行的是new这个方法 因此输出了new instance这个不算 紧接着呢 返回了这个类的实力 返回这个实力以后 然后调用的是 ionate这个方法 来对类进行初始化 因此 接着输出了ionate method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输出 这就是类实力化的步骤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 如何实现自定义原类 实现自定义原类的目的是 对其创建的类进行预处理 对于自定义原类 必须要继承type类 然后呢 定义new方法 还可以呢 定义ionate方法 下面我们演示一个定制的原类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它 我们把自定义原类的名称 它要继承type这个类 定义它的构造方法 对于这个构造方法中的参数 在构造方法中 我们不做任何处理 就是输出一个字符串 然后定义它的new方法 new方法当中的 首个参数必须是class 就是代表这个类本身 在new方法当中 我们采用 为这个字符串 添加 键的方式 来为使用这个原类的类 创建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这里面仍然使用 匿名的函数 这个匿名函数呢 它就直接输出一个字符串 然后我们使用type 就是它负类的new方法 来创建类 要用type的负类的new方法 创建完成这个类以后 我们再通过 要用它在外部 添加一个类属性 然后呢 我们返回这个类 也就是创建的这个实例 这样呢 我们就定义了一个新的原类 这个原类 它的目的是 为每一个使用它的原类 添加一个rmfo 这个实例方法 并且呢 为每个使用它的原类的类 添加一个类属性 company 在python3中 我们要让某一个类 它的原类 为自定义的这个原类 需要在类的名称之后 添加 原类的这个 关键字参数 使用我们定义的原类 而不是用type 来实例化这个类 对于这个类 它的类体没空 然后对这个类进行实例化 仍然在主程序当中来实例化它 由于这个类 使用的原类 是my meta 所以呢 这个类在实例化以后 就会具有安復方法 以及company这个类属性 因此下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它的安復方法 并且输出这个类的类属性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 可以看到 当我们实例化这个类的时候 就会输出类的实例化 也就是在原类的构造方法中输出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类的安復方法 也就是在原类当中对类进行添加的方法 它会输出这个字符串 BJX 那么在 这个类 虽然本身没有类属性 但是呢 我们为原类 在原类当中 已经为它添加了类属性 那么此时呢 它就会具有这个类属性 company 那么这就是 原类的定制 以及使用 当然在python2.x的版本中 我们不是这样来定制 类的原类的 那么它需要什么呢 需要在类当中 添加这样的语句 比如是 python2.x版本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类 在类的内部 添加一个类属性 这个类属性呢 就是用 meta class 比如它要用 my meta 那么就是这样 然后呢 其余的呢 就是类 你就可以自由的定义了 也就是 这种方法 就是指定 这个cus 这个类 它的原类 是自定义的原类 当然 如果你要希望 这个文件当中的 所有的类的原类 都是my meta 在python2.x当中 我们可以使用 一个全局的变量 就是meta class 然后让它等于 这个my meta 然后呢 你定义的所有的类 它的原类 就自动的变为 自定义的原类 这就是在 py2.x当中 和3.x当中 定义原类 它是怎么使用的 它们使用 是有区别的 这里呢 我已经将它 总结到了 课件当中 也就是 对于py3.x 版本 在类集中的括号中 提供关键子参数 在python2.x当中 定义一个模块 即变量 这样呢 就可以使得 这个模块里面的 所有的类 它的原类 都是自定义的原类 同时 只为某个类 指定原类的话 我们就可以为这个类 添加类书新 来达到 指定原类的目的 那么 就是我们如何 使用原类 原类的应用 一般都是在 编制框架的时候 才使用到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们做一个了解 下面我们来看 真正的 类的特殊方法 通过 类的特殊方法 我们可以让类 成为序列 成为迭带器 并且呢 使类 能够可比较 可运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构造一个 序列类 也就是 如果一个类 要成为一个序列的话 就需要实现 这些方法当中的一些 比如 我们下面来实现一个 最简单的序列 它就像列表一样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它 另一个类 定义它的构造方法 定义它的构造方法 在构造方法中 我们定义一个 类的实力属性 这里面我们模拟一个 楼码数字 1 1 2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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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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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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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并且呢 小一等于四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序列的序号 从0到3 然后我们让它返回 这里面的值 这样呢 它就成为了一个简单的 基本的序列类 在主程序中 我们就可以使用它 首先将这个类进行实例化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for来便利它 然后直接打印其中的值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 可以看到它的序列就是1234 这就是我们通过实现 序列的协议 让一个类成为一个序列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实现叠代器的协议 来实现一个叠代器 进建一个程序文件 保存它 首先定义一个类 这里面呢 我们实现一个简单的 技术的捷带器 定义一个构造方法 然后实现叠代协议 所以这个协议方法很简单 直接返回本身就行了 这是这个类的实例 再定义一个next这个方法 判断是否结束 如果迭代结束 如果迭代没有结束 将这个迭代值临时保存 然后对迭代的这个值 进行加一操作 并且呢 返回获取到的 如果结束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人工的抛出异常 注意作为迭代器 抛出的异常 应该是stop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file 来进行便利它 同样的 我们在主程序中进行便利 实例化这个类 注意要传入正车的参数 比如说我们从1 便利到9 直接输出参数的值 直接输出序列的值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这个变量 找了一个d 保存运行 可以看到 它迭代的输出 就是1到9 那么这个类 就变成了一个迭代器 可以由报 来进行便利它 此外 我们还可以用类 来构造可比较类 那么可比较类 要实现以下 几种特殊的方法 这里面呢 有一个实例 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定义了 一个point类 这个point类呢 实现了 小语的比较 和大语的比较 那么 这里面 小语的比较 我们采用比较 它在s轴上面的顺序 大语的比较呢 我们比较 y轴上的顺序 然后我们在主程序当中 将这个类 进行实例化 实例化以后 来输出 它们比较的结果 运行这个程序 可以看出 两个 也就是pi小语批比 为真 为真 那么pi大语批比呢 也为真 这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 第一个 小语批比 那就是比较 pi和p比的x值 所以呢 0小于1 它是真 那么如果是大于的比较 那很明显 调用的是pt 这个方法 因此 1大于0 也是真 所以pi 小于p比 为真 pi大于p比 也为真 那么这就是 我们通过实现 这些特殊的方法 让类 具有 可比较 同样呢 我们还可以实现 这些特殊的方法 让类 构造为 可运算的类 比如 加法 减法 乘法 除法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运算方法 在这里面呢 没有列出 你可以参考 相关的资料 来查看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 实现一个 可执行加法的 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呢 仍然是一个点类 在这个点类中 实现了 加法的 这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中 我们对 这个类的 x轴坐标 进行相加 y轴坐标 进行相加 最后返回了 这个类 然后在这个类当中 我们有一个方法 用来输出 这个类的坐标的 在组成序中 实力化了 这个类 分别 它的坐标为加和三次 然后呢 我们执行 这两个类的相加 并且呢 把相加的结果 进行输出 我们就进行它 可以看出来 当这两个类相加的时候 它的坐标变成 1加3 比为4 2加4 比为6 那么这就是 通过特殊的方法 使得类 具有可运算的图形 本节课的作业是 第一 如果现在 让你来回答 什么是类 相信你会提出 更好的答案 第二 通过定义原类 来实现 以其作为原类的类 具有主人类 这个属性 第三 为前面的课程中的 骰子类 定义方法来实现 骰子可以迭代 可以比较 可以进行 加减法运算 等 本讲视频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